欢迎来到肖战newscenter频道,请订阅频道,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,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近日,作为著名爆料博主的刘大锤也是没有闲着,这一次又爆料了肖战的新瓜,看得出来实在是找不到肖战的大料, 这一次是透露肖战在家里的时候基本上不咋出门,家庭条件非常不错,只是豪华程度不及刘亦菲,不知道这样说是什么用意,很莫名其妙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粉丝们看到后纷纷表示肖战一直都在剧组拍戏,一年基本上都在剧组,只求可以放过肖战。 实在没料可以不发,再说了肖战一年到头基本在剧组拍戏,房子好不好的能有啥可说的。 个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这样表达是什么意思。 感觉完全就很莫名其妙,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基本上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,肖战完全可以参加综艺节目,给自己放个假在家里, 可是肖战只想拍戏,在剧组的时间就非常多。 肖战一年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剧组酒店里度过啦,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入娱乐圈的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青年演员, 对拿出更多好作品这件事比较有紧迫感。 粉丝们纷纷表示请求放过肖战,肖战只想安安静静拍戏,没有综艺节目,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大爆料。 可是人红是非多,很多时候无法避免。 换个角度,肖战太清白了,这么多人盯着肖战,每一次被带拍拍到都是在吃饭,没有一点黑料。 肖战刚从米兰时装周两场高奢大秀回国,就继续横店拍藏海船啦,还是多多关注艺人的公开行程和作品吧。 坐等藏海船顺利杀清希望肖战坚守初心,在剧组里安心拍戏,期待和肖战更好见面。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也正能量偶像,发自内心希望肖战越来越好, 也期待肖战的新作品射雕英雄传早日上映,预祝票房大卖。 肖战未来可其,顺顺利利。 感谢您观看影片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支持我们。